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他对美国人质赫什格德堡玻璃在加沙的死亡感到震惊和愤怒 以色列军方9月1日表示 以色列在加沙南部的一个隧道中 找到了6名人质的尸体 他们显然是在以色列军队到达他们之前不久被杀的 拜登一直密切关注10月7日被劫持人质的命运 他说这6名人质中包括以色列裔美国人戈德堡玻璃 拜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毫无疑问哈马斯领导人将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 另外副总统贺锦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强烈谴责哈马斯持续的暴行 全世界也必须如此 竞选接替拜登的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表示 他们永远不会动摇释放美国人和所有在加沙被扣为人质的人 以色列拒绝签署停火协议应该对死亡负责 美国总统拜登9月2日表示 他仍在进行谈判 以达成一项协议 释放在加沙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拜登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之前 以色列军队周末从加沙的一条隧道中 找到了6名人质的尸体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拜登政府加沙停火战略的批评 并加大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压力 要求他将剩余的人质带回家 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会见了美国人质谈判小组 讨论了为释放剩余人质达成协议的努力 劳工节假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与工会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战场州 密歇根州的一次集会上 贺锦丽对底特律的人群说 底特律和全国几代人以来 劳工兄弟姐妹一直站在一起 正义的要求公平的公司 更好的福利和安全的工作条件 8月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了一项全美行动 动员100万在职和退休工人 在11月5日的选举中投票给贺锦丽 为民主党在关键战场中提供潜在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 他支持大麻合法化 称纳税人的钱不应该浪费在逮捕 携带少量数量的人身上 在佛罗里达州像许多其他已经批准的州一样 根据修正案3 成人个人持有大麻将合法化 特朗普说 他的家乡正在努力使21岁以上的成年人拥有和购买 不超过3盎司的大麻合法化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 这将通过选民的批准来实现 所以应该正确的进行 特朗普表示 州议员应该制定法律 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大麻 他补充说 当大麻在其他州合法使用时 在一个州不应该有人成为罪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